108克剛實施兩年多以來 有一套代表號召了幾位高中生 調查提出了108克剛觀察報告 當中都指出了城鄉差距是存在著 學技術的檔案也會淪為軍備競賽 統整一千五百份問卷 四場焦點團體及面對面訪談 陳惠平 廖宥寧和李瑞玲 三位來自中部的高中生提出108克剛 調查報告 報告其首飾就是白老鼠們 越加徬徨 不知所措 他們以學習歷程檔案為例 很多學生前兩年沒方向到了高三 才被提點怎麼做 竟有學生 去重做告一的東西 而學習歷程形同軍備競賽 城鄉差距確實存在 對兒哨代表說有高三生面對徵選花時間 再重新製作 教育部學習歷程檔案 審議計畫主持人林國明 強調不需重做 現在推出課程學習成果呈現建議手冊 要發給全國各高中集聚參考價值 你可以在學習歷程製作裡面告訴你要申請的消息 說我勾選給你的這三件作品裡面 他呈現了我哪些素養的能力 我為什麼要做這三件作品 他們大致的內容是什麼 不過兒哨代表這份調查報告 因為年底兒權公約將進行審查以提交衛福部 讓國際審查委員更瞭解 臺灣兒哨在教育方面遇到的困境 記者林小慧 沈志明 台北報導